今天是日本的令和5年5月5日 是贾密士Fights播出之后 第一次凑齐无误的日子 所以说官方把今天称为Fights之日 于是他超级多重磅消息在今天发布 包括CSM剧场版周边等等 这边我就给大家汇总介绍一下 首先最让人兴奋的就是这部 2024年即将上映的TV版的正统续作剧场版 凯弥雷的Fights 由半天见人的原本人马出演 遇到片段虽然很短 但是他公布了Fights的全新形态 真的是非常之帅 希望能给我们带来 欧资20周年剧场版的种感动吗 哦对了还有啊 大家准备好前买新玩具吧 另外在玩具方面 今天一下子公布了5个CSM玩具 首先在今天开始接受预券是 首次推出CSM的贾密士天地的CSM腰带 Sai-Ga-Dorai-B 售价是26400元 今年12月话说 话说半代会不会请不经营 而不是核论洞来拍个宣传片呢 这个真的是好期待啊 另外同时公布的还有 真红大炮Fights爆裂器的CSM Fights力刃的CSM 贾密士是Orga的CSM腰带 Orga-Dorai-B 最后进来还有这个 Smart Buckle的CSM腰带 那这4个CSM呢 目前还没有公布价格和发售时间 估计之后会录制公布的吧 还有今天公布的超多的假面质 Fights桌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Fights凯撒等主题是手表 27500元一个 比CSM腰带还贵啊 Smart Brand logo的无锈机计算 售价2750元 主题机计算 这个看着就很可爱了嘛 可能是模特比较可爱的关系吧 3500元一件 商务背包有普通摆核可扩展两种版本 分别售价是13200元和16500元 手提包4950元 要是还661个 这卡转得挺不错的 主题环保袋2530元 靠 又不带这么贵 巧爷同款的项链16500元 戒指14300元 超过大的主题玉金4400元 OK 然后目前公布的主要信息 现在就是影像这些 这后还有新消息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个视频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还是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不散